姚明女儿身高已失控,四岁超郭敬明,九岁完胜郭德纲要论中国第一高人,可能姚明还不能算,这个头衔,必须让给1951年出生,身高2.36米的内蒙古人报喜顺,但是要论身高最有潜力的新二代,我想姚明的女儿姚细磊,应该还是非常有希望的。 姚细磊,2010年5月22日凌晨出生于休斯敦,体重3.6公斤,由于姚细磊的父母都是高个子运动员,姚明身高2米26,业力身高1米90,所以被看作是中国体坛第一宝宝,关于其未来身高的预测,一直被球迷津津乐道。 根据医学专家给出的遗传身高公式,女儿成年身高等于父亲身高加母亲身高13厘米除以2,数值上下波动7厘米,如此算来,姚细磊的身高在1.945米,至2.085米之间。 不过,这也只是一种猜测,并不是所有大马,的家长,都能生出高大的孩子,球迷则认为姚细磊拥有延续父母事业的前置。 2013年7月,姚明携妻女出席活动时,只有3岁的姚细磊,就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 当时她的身高目测已在1米1以上,比同龄男孩的平均身高超出10公分。 从上表可以看出来,姚细磊的身高在3岁的时候就比男生要高出10来公分。 2016年的时候,姚明女儿6岁,个子,已经倒了妈妈的腰部,差不多手肘的部位,接近1米5。 这个身高远远超过了其他同龄人的身高。 再看17年8月份的相片,姚明6岁女儿身高已抵达妈妈的胸部。 张诗形4已失控,今年小姑娘将满8岁,身高快到160。 这是什么概念呢? 对比一下就知道,7岁女孩的标准身高是122.5厘米,到127.6厘米,就已经算超高身高了。 而姚细磊小姑娘身高可是超过15厘米啊,逆天的基因,逆天的大长腿,对于如此身高。 有网友调侃说,我长20年还没她7年长得高,基因太强打姚细磊7年就长了别人20年的身高。 姚明在之前接受少庭的采访时面对抛出的问题,姚细磊是否会打篮球? 姚明回答说,是的,她现在也在打篮球,希望她有一天可以击败你,并希望你能坚持到那一天。 去年,姚明的妻子叶丽还带着女儿,参与2017姚基金,希望小学篮球技半演活动。 7岁姚细磊身穿白色印花T恤,玩起了篮球,才7岁的小孩,控球技术现已非常了得。 这基因太可怕,未来这是妥妥的灌篮高手啊,看小庆磊这双巨手,这真的是7岁小孩子的手吗? 网友恶作剧说,他4岁超郭静明,6岁过攀长江,7岁平忙阻拦,9岁就可以灭掉郭德纲了。 而关于姚细磊的国籍,姚明很早就说过等到姚细磊18岁的时候会让他自己选择国籍,希望姚细磊能给中国女兰一个好的未来。 诚母 诚ace 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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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